大家天天喊这些辣椒油的做法 今天就给你们分享这款万能辣椒油 夏天凉拌菜比较多 可以用来做凉拌菜 辣条 萝卜干 做法很简单 一分钟就能学会 先姜和蒜打成末 然后粗细辣椒面 13香 芝能粉 再熟的白芝麻 准备好放一旁备用 油我用的是菜籽油 做辣椒油的话 菜籽油会更香一点 当然也可以用其他的油 然后小葱香菜 洋葱炸香 稍微炸干水分之后 再加一把花椒 小火炸到整个变成焦黄色 然后捞出来盘扎 再加前面打好的姜蒜末 炸一到两分钟 稍微炸干水分 也不用炸到变色 然后直接浇入到辣椒面 拌匀之后放凉 然后装平密封保存 可以吃很长时间都不会坏 这个就是香喷喷的辣椒油 里面是没有其他调料的 像我们做凉拌菜 是加好了调料之后 再加点辣椒油就可以了